明天就是9月3号军人节 有网友纷纷为被红岸重挫形象的国军加油打气 而在脸书发起了穿着军装罩上传活动 目前超过三万五千人响应 而且其中不乏有多位退休的高阶将领 其中发起人彭绍康也到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敞开 预计在明天下午五点左右 要在总统府前兑现承诺做一千下的开合跳 现场主席郁慕明连好几下开合跳 为国军加油 就算九战军人节当天人不在台湾 还特别预录一段 po上网身体力行挺国军 很愿意来支持这样一个活动 尤其在红岸以后 有些年轻一代的根本他也没当过兵 他就把国军骂成烂军 什么最近这两天淹水 又要叫国军出来救灾了 脸书一张张帅气阴挺军装 其中还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天宇 以及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 站在司令台表情生气 退役重量级将领现身 希望一扫英红岸低迷许久的军中士气 我想不管是现役的人 或者是已经退役的这些前辈 大家对国家或者是对国军认同 其实都是一致的 不只名人秀军装照 活动发起人彭少康 还将在凯道跳一千下开合跳 网友点滴凝聚力量 期待英红岸下起的凯道八月雪 到了九月三号军人节开始放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